1999年3月30号 妇女团体发出热烈欢呼 迎接迟来的正义 原本属于告诉乃润的强奸罪 和猥亵罪正式修法通过 在两年后被列为公诉罪 强奸猥亵等妨碍风化的罪行 也改为妨碍性自主罪 受害人可以透过这片透明的玻璃 清楚地指认嫌犯 却不会被嫌犯看见 这是台北体检署新设立的指认室 检方强调已经做好准备 就希望被害人勇于出面 2004年3月30号 我国与位于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克 正式断交 结束邦交关系 中子外交关系 并停止一切援助的计划 多明尼克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 人口只有7万人 与台湾关系一向良好 当年却为了中国 1亿7千万美金的援助 放弃与我国21年的邦誉